嗨 我是阿俊 今天非常開心受到特朗金的邀約來 參觀體驗他們的熟齡組織 聽說是輪椅組織可以使用的運動器材 那等等你跟著阿俊一起來看看有什麼吧 現在來填一下剛剛這個遙控器很簡單 它就是有1到7的數字這樣子 那我就先按1 那請阿俊先提一下就是這樣上下震動的感覺 運動的感覺 這樣就有感覺 對 這樣很有感覺 你看阿俊從他的腳一直到他的身體 甚至整個頭髮其實都有在動 但他就是藉由設備這樣被動活動 他可以做一個全身的運動 那一段他的上下的震動的那個高度 你會覺得比較有感覺 那我們速度再快一點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的震動起來比較綿密 可是全身震動的速度比較快 比如說第4段 是這樣的感覺 快一點 對 就覺得比較快 但是他高度是一樣的 對 高度是一樣 只是他動的比較快 那我們在挑選速度的話 是選自己最舒服的速度 覺得這樣太快 那我們回到3感覺一下 好 這樣這樣子 這樣OK 這樣OK 好 請阿俊摸一下肚子 我覺得肚子也是動的很明顯對不對 對 對 它其實它是被動的方式來幫全身做一個運動 才能循環好一點 比較不會因為不運動 然後造成討厭的一些症狀或副作用 排便 然後水腫 然後就是循環比較好看 對 然後還有就是比較舒緩放手 就是挑選舒服的一個速度的話 其實你是放很放鬆在上面做一個被動的活動 這個會有那種緊緊放鬆的那種 感覺 對 因為它這樣抖動其實是在放鬆的狀態之下 可以拉這個彈地帶來 然後我們就直接整個往上伸展 我們現在很明顯的是 它那個手部分也有在做一個律動 對 它也在抖 所以藉由這樣的抖動搭配這個伸展的話 它其實整個伸展的效果它會更明顯 因為譬如說我們現在的肩膀這個部分 如果像我這樣單純舉高的話 其實我的肩膀關節是沒有在動的 那我就拉到這個部分 可是像阿薰將伸展的時候搭配這個律動的 它的關節部分本身就是一直在做一個上下動 有點像把它拉伸鬆 對 有一點就是像關節部分它一直在拉拉拉拉拉拉 而且是很輕微的拉 它對整個關節的伸展效果就是更好 而且也會覺得說 在做這個伸展動作其實它是舒服的 對 是舒服的 而且不會覺得說會痛 然後是舒服的狀況 有一個動作就是針對於我們的肩頸會比較緊繃的部分 可以 這個就需要 那我們就做一個類似頭翔的姿勢 頭翔的姿勢 這個姿勢就是這樣彎起來對不對 對 然後盡量雙手往後 往後把肩胛骨夾起來 對 做得很好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後面的肩胛骨的部分 你會覺得緊繃緊繃的感覺 對 對 然後你就覺得酸酸的 你就會拉緊一下 然後這時候律動它又把肩膀這樣上起來 我比較大的動作就是這樣上下這樣拉扯 對 那其實我們只要靜止的就好 然後搭配拉筋加律動運動 然後它就可以快速的放鬆後面的肩膀 這樣是不是就是如果說我單純沒有靠另一個肩膀 那可以自己要動 那如果我在律動機上就是怕好動 對對對 就可以拿到這樣比較省力 省力 而且就是 而且效果更好 好 我們再回來 後面會比較舒服放鬆一點 不用多一天我們就做個十下 這樣就夠了 對 做十下 然後每個動作就停十秒鐘 這樣就會很有效的伸展到我們的肩脊 還有後面背部的一個肌膀的肌肉 所以搭配律動機這樣很簡單很方便 就是省一些力 對 超省力 而且重點就是它在做的過程中 不用再額外花時間 我們就是今天在這個律動機一致做十五分鐘 可以在上面做一些伸展動作 或是今天我們非常重要就是做這座股 那也可以比如說吹頭髮的時候 要花時間對不對 那就變律動變吹頭髮 不用了 那第二個動作就是因為我們都是靠手部在律動 所以我們會有一種狀況就是手會比較容易疲勞 那我們現在在拉整個手臂 待會就是先手掌往前這樣子向上 然後另一隻手掌往下伸展 看阿勳的手腕的部分跟我的手腕 因為我沒有律動 所以我是整個是靜止的 那阿勳的手腕 它就是有在動 那我們就是一樣這樣停十秒鐘 好 然後這主要的部分就是 在拉進整個手掌和長臂的這些 比較緊繃的筋頭群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換手掌往下 對 然後就是一樣往下拉 這裡一樣比較會有感覺 對 就是在上手臂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 你就會覺得比較緊繃 對 然後就是每天這樣拉擠把它放鬆掉 就比較不會有手臂損痛 或是這裡我們講說有什麼 阿嬤阿嬤手套 股球手等等 或是網球手 對 對 這些東西就是 因為有時候就是使用過度 肌膜比較緊繃 肌肉比較緊繃 它叫我們每天這樣放鬆 來幫手臂舒緩它的平衡 但是上面是加乘的效果 對 加乘的效果 對 加乘的效果 那我們全身 像現在動起來 整個肩膀它都有在抖動 所以它就是在一個很放鬆的情況之下 來舒緩你整個肩頸肌肉的緊繃這樣子 那肚子的部分就是如果我們的消化性有比較差 或者是我們有便利的狀況 脹氣的狀況 平常我們都是這樣要揉肚子 對 按摩肚子 對 然後記得要順時針繞的喔 順時針繞 那就這樣子來幫助你排便小脹氣等等 那律動肌它本身就是 因為它全身在動 所以我們的腹部 這些腸胃它又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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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會比單單掌手這樣來做 腹部的按摩還要再好一點 對 所以就有這樣的方式就是 可以保養你的整個腸胃道 還有整個內臟器官 等於是一個內臟的運動 那平常職力人它走路的時候啊 它其實全身還是多了腸胃動道 對對對 可是我們做乳因就是 上半身真的會比較近直一點 對 不管是心肺還是我們的腸胃道 運動的次數跟量真的是少,非常多非常多 對,所以就是真的容易會有這些小毛病 對對對 所以就這個設備被動幫你來活動 其實就會舒服很多 趕快就會順利很多 那現在身體會覺得熱熱的 或是有流汗的感覺嗎? 有 有對不對 好,已經開始休憩了 休憩了,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本身律動會帶來的忙 它是一個很和緩的有氧的動作 所以也不會覺得很喘 可是其實還是慢慢會讓你的心律帶上 慢慢會開始有點 欸,好像呼吸比較激觸的感覺 可是又不會造成很負擔 然後身體會整個熱起來 對,因為它幫我們做循環的加速 那跟其實我們坐著也是一樣 只是說他完全是站著 對對對,就是變成說我們在家裡面 就是每個人都很幼稚 我講一個小朋友,他有長高的 可以協助他的骨質 更容易讓他長高的機會 類似他被動幫忙做跳繩 對,那小朋友你說他長高 就要叫他跳高 然後就叫他去拿球 跳繩 就是站在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類似的意思 那甚至也可以站在兩邊 那兩邊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開始囉 這是第三段的速度 感覺怎麼樣 還好 還好 可以快一點 第五段 喔 這有FU的 就是手 手的末端其實都有在動 其實對於末端的循環也都蠻有幫助 對,你的手抖成那裡看 有什麼FU,有什麼感覺 很輕鬆的打 而且身體的溫度會慢慢升上 真的會很熱 欸,一下子而已耶 會不會太換了 會不會太換了 喔,那個現在效果很好 因為我開第五段 速度是比較快的 你要不要體驗一下7 好,7是這樣子 喔 還有FU 你看耳垂都在動 都是下半身抖動就比較小了 主要就是練下半身 找到練力量 一天蹲10分鐘 一天蹲10分鐘 一天弓臉他要摔 然後這個用了一陣子 可能就可以增加肌肉了 你有發覺你的肌肉一直在收縮 對對對 他可以誘花更深層的肌肉來做收縮 示範功倍的感覺 對 不錯啊,他蠻不錯的 對,其實是蠻舒服 蠻舒服的 那我們當我們上門的時候就是這樣 這樣子嗎? 對,然後雙手可以套在這個平台上面 對,那就有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被動的手的運動 手比較小的話呢 我們手可以握上面一點 如果我們是手比較大 就可以握下面一點 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段 就是最慢的速度 那就是看每個人的狀況 如果一開始手是比較緊繃 張力比較強 我們可以先從第一段第二段慢慢速 這樣子 對,那像阿薰的手是有張力的嗎? 沒有 沒有張力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快一點 譬如說從第三段開始 速度就會比較快 像我手是功能是正常的 是 那這個是可以幫助到什麼 像你覺得平常我們要剪片 對不對 那手其實有時候比較疲勞 他就是這樣握著 可以幫助他手做一個放鬆 等於是被動的活動讓他放鬆 我們只要輕握就好 你不用用力握 比如說上班族 然後握滑鼠 固定那個姿勢比較僵硬的那種 對 就可以這樣放鬆 對,因為就這樣子 然後設備幫你做開很開很 沒有人被動好像在幫你做一個活動 被你按摩的感覺 第一個就是放鬆的握著 那第二個運動方式就是 你跟他對抗 你要用力握 用力握就可以訓練握力 對 用力握有感覺 很有感覺對不對 對 他的主力大概就是你自己 你要握多大力 你自己覺得 我們大概握10秒鐘就好 10秒鐘之後你就放鬆握著 那他就又幫你放鬆了 對,放鬆完之後 覺得不會痠啊 不會覺得緊 我們再第二下 用力握 對對對 有點像是在握那個握力器 對對對 有點像握力器 沒有錯 很多比較年長的長輩 或者是有一些中風 他精神失症的一些病友 他手風能比較退化 比較沒有力量 他可以都用這樣的方式來訓練 用握力 還有幫助他的手風能就是 會比較靈活 因為他的手都比較僵硬的 比較緊繃 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被動 用握力器啊 或是去捏那個 比如說網球 或是像腳球來訓練握力 那個會覺得相對比較無聊 那個也偏向鍛鍊 這樣對不對 這個是比較 也可以兼具放鬆 對,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他就是每天做個 可能10分鐘左右到15分鐘左右 他的手力量功能 都會慢慢提升 第一個放鬆 第二個握力的訓練 第三個就是 我們可以整個手肘伸直 對 對 那手肘伸直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手肘在動 我們的整個肩膀 跟肩頸 他都會跟著動起來 所以他可以帶動整個 上手臂 還有肩膀 還有頭頸的放鬆 跟循環 所以一下子就會痠了咧 會痠的話 我們再放鬆再下 就是舒緩一下 放鬆你就是輕輕握就好了 那你要訓練你就是 握大力點 然後甚至手可以再整個繩子 這樣 所以可以當作就是手肘很會化啊 或是手肘 可能會疾病造成的一些問題啊 甚至有張力的狀況啊 都可以用這個手肘伸直來幫他 當作一個運動的輸出方式 就比較偏向那種 手肘伸直的話 或是像老年人 或是上班族這樣子 就是滑足 會固定姿勢僵化那樣子 對 都很適合來使用 這個也適合運動時候來用嗎 對 運動之後的舒緩的放鬆 手整個伸直的時候 他就會帶動 然後到肩頸 所以肩頸你會有放鬆 是 我本來想說肺動就是蹦蹦 但是那個感覺 有超過我的想像 他還是會感覺到 欸你真的有運動的感覺 對對對 有超過我的想像 對啊 那我們這次藉由這樣的運動就是 讓我們的上有 或是在家中 比較少運動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 輔助到上方 做一個全身型 或是手褲的力量 其實 世界衛生櫃是有作業的同性 但是會影響一十萬綠人 第一名是高山壓 第二名是抽點 第三名是糖尿 四名就是糖尿 四名就是沒有習慣運動的主權 他雖然不是病啊 好可怕 對對對 現在公司這一套系列的設備 所以就是可以幫助在居家做一個簡單的運動 他也不需要運動教練 所以你一定要去健身房 然後再幫你做運動 這個本身可以站在上面 或是坐著 或是腳運動 來幫助你做全身的運動的方式 安全然後 活動一些運動的東西 上來 一天這次做15到30分鐘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輔助方式 因為像我們如果長期就是躺著或坐著 其實你慢慢的肌肉越來越沒有一起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 肥胖的問題 那你肥胖之後 你的轉位又停滾了 這個就是惡性循環 沒錯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讓你的身體還是要再動起來 對 然後身體體會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舒服 沒錯 好 我們今天感謝特多健的邀請 讓我來體驗這些設備 我覺得就是 被動運動是一個蠻重要的東西 就是對我的女兒一出來說 因為有時候出門不方便 然後或者是說 症狀本身就不是很適合出門的人 我們在家就可以放鬆這樣子 非常棒 被動運動是一個 就是那個運動觀念 在家就可以動 不要再借口不運動了 那我們今天謝謝那個蔡老師 帶我們認識輪女律動機 還有手部律動機 然後體驗起來 感受我覺得是非常不錯 還有我們家的子弟人 他也覺得就是 站在上面光是這樣動 那個感受就有舒緩 他因為他前幾天有去爬樓梯嘛 他整個腿部的肌肉很緊握 他覺得這樣子是有舒緩到 好 感謝特多健常的蔡老師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是阿勳 下次見囉 掰掰 這是第五段 你可以用 這樣可以 很舒服 對 很舒服 可是他如果不動也是單槓這樣子 然後你來看 你還想要嗎 真的 然後你是在看 全靠的 我們都是一名嗎 我是不是